推动羽球运动向下 扎根名校里社区关怀协会 举办为期40天的 暑期羽球推广营 市长魏佳燕 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黄达翔 特别前往活动中心 来关心孩子们练习的状况 而他们两位也和小朋友一起对打 展现了球技和亲和力 推广羽球运动向下 扎根名校里社区关怀协会 连续多年举办羽球暑期下令营 让孩子们能够尽情挥拍 快乐运动 我们拍办这个羽球下令营 大概应该是第六年了吧 那就是针对国小的 喜欢羽球的小朋友 来去给他们做一些基础的训练 那让他们产生羽球的兴趣 进而以后看能不能像我们 也推出花莲的国手 来进军国际 也希望我们花莲有这样的子弟 小朋友能够对羽球的热爱 华联市长卫家宴特别送来了饮料和冰棒 让小朋友们降温一下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要非常感谢我们名校里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黄达翔副主席 又再次的举办我们羽毛球的一个向下扎根的一个营队 那我们从7月1号到8月23号总共有四个提示 那近百人的一个参加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刚刚一进来 其实孩子们就说要着我要一起练习 一起陪他们打 那待会就会下场陪孩子们一起练习 那我也要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五位的一个教练 那天气非常的炎热 也希望孩子们多补充水分 那今天也带了饮料水 还有冰给孩子补充体力 那也希望这次的活动一切平安一切顺利 小朋友们看到市长到来 也当面提出挑战 邀请市长和副主席下场挥拍 每位小朋友动作确实急求精准 两位大人看起来有点吃不消 但现场也充满了欢乐小声 今年的暑期羽球推广营增加到40天 分为4个梯次 共有77位国小学生参加 在教练耐心指导下 小朋友们不仅学到了羽球技术 更培养运动精神 还有团队合作精神 介络会幻视报导